大家好,17点11分了啊,我们听听这一段 乌克兰军队 他也是给自己打气啊 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消灭敌人 陆地、空中、水上、海上 全世界都钦佩我们的韧性 就没被打垮,一直坚持着 胜利临近了,荣耀属于乌克兰 我们再看看这个 刚刚他们有公布的战况啊 打死俄军啊 打死打伤吧 让俄军失去战斗力所谓的消灭 12000人 坦克303辆 装甲车1036辆 火炮120门啊 这个地对空的导弹56架 它是那个架子的架啊 或者叫套啊 还有这个防空导弹27个 27套吧 飞机48架 指的是那种固定翼的飞机 战斗机或者轰炸机或者运输机 这种固定翼的直升机打下来80架 汽车击毁了474辆 还有船只啊 三三艘吧 三艘啊 前两天好像听说攻击 试图攻击敖德萨的俄罗斯的一艘重巡洋舰 被击沉了啊 这个消息还有待于查证啊 反正看来俄罗斯损失不小 我们再看看这一段啊 我会这么说 抓住州 � Ywide 我们从城裙 хочу inh�SP 没有别买云 但當時遇到我的手臂,我會被刮傷,然後我會被刮傷,所以我會被刮傷,因為我會被刮傷,將被刮傷,被刮傷,我會刮傷傷,這樣保護手臂,我會刮傷傷,將被刮傷傷, 让他不准备了血液 这血液会会继续抹准备 所以会继续抹准备 第一个车我做的车我继续 接着我继续过来 我需要用重变车 但我必须不必做这个车我 不必要把车子抹准备 我需要用到一个图子 那需要用车的车 要用车的车 要用车的车 当我白偵偵我们下方的转捷 第三方向我会用紫环匙 同时我会用紫环匙 合上方向我会用紫环匙 同时的帮助紫环匙 套路使用紫环匙 而同样的状况 这个是战场救护啊 如何这个止血 用这个绷带吧 救护的啊 然后好好的裹住 使劲压迫 压迫压住裹紧 让他少出血 挽救生命啊 现在每天都在大量的死人 是吧 无论是俄罗斯的入侵者 你看那些小兵 那些小兵犊子 你看那个状况 你到人家去了啊 还说是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民族 为什么要动武呢 普京说啊 乌克兰和俄罗斯 是同一个民族 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 乌克兰属于我啊 你要独立 你要跟西方亲近 我就揍你 我就打你 这是什么逻辑啊 这就叫以强欺弱 对不对 以大欺小 这个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啊 总有人脑子刮的进水了 还替俄罗斯辩护 这些人是什么意思 是吧 我都不想骂人了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